本期由迷妹大本营独家赞助播出 撩妹就得硬着来 从那夜最久缠绵后 我们的男主李明凯就赖上了张果果 高冷人设崩得那叫一个彻底 很好 女人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别看我们男主霸道毒蛇又欠冲 其实男主的日常是 小店的打开方式不对 其实男主的日常是这样的 这下好了 你怎么也掏出我的手掌心 以后张果果只能收我李明凯送的蛋糕 要是有什么王云凯赵云凯的 通通不许收 就算我在你身边 不管你离我有多远 我的心都可以在一起 因为我绝不会允许我的女人受委屈 终于她的云来 凯事撩妹的套路不止于在情话多 还有甜蜜Kiss小粉红 简直分分钟就要迷到万千少女星 颜高腿长很能量有无油 但自作人的正台红娘 蒙果丸丝乐同上线后 她频发大招开启助攻模式 好吧 带我妈妈出去走走 我以后可不可以只叫做爸爸 那一定是爸爸 你应该过敏正大的把我妈妈带回家 告诉你吧 你喜欢的人叫张果果 但是爸爸开心妈妈就开心 因为爸爸可以让妈妈开心 所以妈妈就不会伤心 加速了开心果CP某某大 哦不 是一家三口相亲相爱的步伐 咦 有点眼熟 这不就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阿里完美助攻夜华和白显的套路吗 现在CP恋爱都这么玩 天庭有阿里助攻找娘亲 凡间有乐同助攻找爸爸 厉害了我的娃 在经历了被女主冤枉 打脸咆哮加泼水的考验后 终于在第十九集的时候 男主李云凯两次表白张果果 果果 我是真的爱你 就像 就像我现在每天叫你英语一样 在这几万个英语单词中 其实我最想教你的 只有一个英语单词 就是了 我想告诉你我爱你 所以我想请问你 愿不愿意以结婚为前提 跟不交往 选择开起来发唐模式 强本来一波 床戏来一波 明明这三口之家如此甜蜜 为什么大声节 你又开始作妖了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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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